党的二十大报告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0号星期四 农历9月25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是立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农业产业为龙头 在人才 耕地 技术 资金 生态等方面集中发力 推进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 助力农民致富和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周围我是三农工作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增强了三农工作者 发展现代农业的动力和信心 丰收时节 在城海朝阳等地 成片粮田一望无银 食令蔬菜绿意盈盈 在朝南台湾农民创业园 现代化养殖场 一片繁忙生产景象 每天上午 朝南区景都镇联峰村村民 吴颜德按时来到附近的农业公司上班 吴颜德所在的成九种养公司 及无公害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 公司纪约周边村居四百多亩土地 规模化种植萝卜 在省市一村一品一阵一夜项目 一百万元财政资金的支持下 公司引进自动化加工设备 加工特色农产品 年产值七百五十多万元 占联峰村农业总产值一半以上 通过那个项目的实施 我们提高了生产力降低的成本 把我们的产品演销上海 黑龙江海南等地 把我们的汕头的品牌带出去 近年来 我是各地大理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因地质疑发展 稻稻薯 稻稻菜 稻稻玉米等 双鸡稻加 绿色生态重养模式 提升粮食 水果 蔬菜 畜秦 鱼类的产品转化率和市场附加值 现代农业广阔发展前景 让朝阳区海归青年林轩红 毅然放弃东南亚的生意 在朝南区连片种植两百亩优质番薯 创建越东地区第一家 番薯出口基地 农产品已销往香港 澳门 欧美等地 提高耕地综合效益和品牌效应 更重要是改变了种植和经营方式 村民的农业观念有了喜人转变 与基地一起齐心协力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到 发展现代农业当中 大家共同走上自负路 目前 我是累计培育县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一百二十多家 农民合作社一千一百三十八家 规模农户超过三天家 创建了城海区蔬菜 朝阳区思苗米 朝南区生猪 城海区石头鹅 南澳县水产等 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二三二个 产业化现代农业已成为汕头 乡村振兴和农民致富的 有力保障 展现一幅优势农业产业风生水起 绿色效应农业春潮涌动的美好图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前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加时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振兴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这让我是农业系统 进一步明确未来农村农业发展方向 连日来 我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组织多支乡村产业振兴服务队 到田间地头 指导农产品生产 加工 销售 储运 实现体质增效 我们以四农业农村级的专家 一起来到田间地头 目的就是及时的 逛策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升至这个群众 升至这个农业基层 采取这个更多优惠 费民生 暖民心的几措 着力地解决好农民群众 极难愁胖的问题 建签现代农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如果我们这样的广告 我们要继续把整形 把整形搞得更好 汕头市南澳县 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 连日来 南澳县因地质疑 组织各地渔民 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精神 今天下午 在云澳镇国家中心渔港 一场渔港码头的学习会开始了 渔民们围坐在一起 畅谈渔村生活变化 展望向海而生的美好图景 在云澳镇国家中心渔港 渔民们围坐在码头上 交流学习心得 二十大报告展现了过去十年的非凡成就 渔民薛俊峰感受深刻 近年来 随着当地海洋渔业的兴盛 渔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获得感 幸福感 也提升了 我们渔民的疫情 我来说 作为渔民 当时也是正月三晚 我们将向四隔六级习近平 从四级提出的 拥有要求 为南河渔业 发展出时空落 近年来 南澳县带领渔民们 慕海而歌 向海而兴 随着南澳大桥县城通车 和云澳国家中心渔港 县城投入使用 云澳镇从一个海岛渔村 发展成为全国渔业重镇 和知名旅游目的地 二十大报告 破坏的新蓝图新目标 让渔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要前面推进乡村慎 将此农业农村优势发展 听到总书记这么关心 我们乡村 我们十分高兴 下来我们要 扎实做好 美丽乡村建设 大力发展渔业和旅游业 为把南澳打造成 美丽旅游岛而 努力奋斗 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扎实推动 宣称 厂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振兴 接下来我们将推动党建与渔业深度融合发展 建设好南澳移民党支部 探索往上海上党建工作模式 让移冲人民母一支党的二十大的光辉 日子越来越幸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十年来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对此汕头市民有着真切的体会 我是着力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 落实文明城市创建举措 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广场口袋公园建成开放 城市绿量不断增加 绿色成为汕头的幸福底色 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 作为越东地区建源历史最早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中山公园一直是市民休闲玩乐的好去处 更是不少老年人锻炼休憩的好场所 绿柳伏堤花满之头 悠悠乐曲声中 市民十分关注正在召开的二十大 并分享学习二十大报告的体会 感悟党的为民爱民之心 十年来 我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紧紧围绕地更绿 水更清 灯更亮 路更近 市容更整洁 夜景更璀璨 汕头更美丽的目标 加持推进各公园 广场 绿地的建设 同时通过精细化 科学化 智能化管理 实现变绿围景 增绿体质 移彩换绿 增绿补绿 在重点路段 中心绿化带 种植各色石花 使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 一路一花 一路一景的绿化美景 像我们这边的 这个开放广场 这个是新的一个广场 我们就住在这附近 挺好的 很方便 下来就是一个广场公园 一成春色 半成花 如今 行走在如花园的城市中 感受着城市便捷的 交通生活设施 人们幸福满满 有感而发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描绘的发展蓝图 充满期待 今年只要增加这些 图腰金 生活的时候 没油 走生的时候 生日会发达 我们都非常麻烦 提高我们图腰 向爱的时间来享受 国家放用 国家不免兴 非常好 我是江 深入学习贯彻 二十大精神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持续开展绿化美化行动 因地制宜 含绿入城 打造成绿意盈盈 花团紧簇的城市大花园 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 休闲游戏锻炼的场所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美人居环境的需求 我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继续做好 口袋公园和 新湖体育公园等 园林绿化项目的建设 以绣花功夫提升 园林绿化 精细化管养水平 为广大的市民群众 提供更优质的 城市公共服务 也为我们美丽汕头 贡献城管人 应有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民生篇章 备受百姓关注 报告提出 要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报告洋溢的民生情怀 在我市的社工志愿者中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将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坚守为民初心 通过更多会民生 暖民心举措 应对人口老龄化 着力解决好 老年人极难筹判问题 不断增强百姓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93岁的陈婆婆 家住金品区长兴院七楼 9月21号 她在擦拭掉膳时 不慎摔倒 右腿摔伤 家人紧急按下 金品区智慧养老 平安邻求助 志愿者立即联合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 进行救助 由于电梯狭窄 大家只能从楼上 一层层往下抬 当志愿者到达楼下时 发现电梯口又有一名老人 摔倒在地 倒地的是家住13楼 今年61岁的袁女士 志愿者马上分工合作 有人照料摔倒的袁女士 有了将陈婆婆送往医院就医 我们用那椅子呢 就把她抬到家里去 然后呢 把她扶到她 她一个 那个睡床上面去 然后呢 也 再 判断她一下 意识 她意识 还算是清醒的 所以呢 我们就 让物业呢 留在这个 她的房间里边 陪伴她 直至到她的家属 回来 在医院 志愿者帮陈婆婆 办理好住院手续 由于送医及时 目前陈婆婆身体已无大碍 龙武区 护院通平台的志愿者 也在行动 前两天 住在金珠园的 郭先生家中 自来水管突然破裂 郭先生和老伴 赶紧拨通 护院通的电话 志愿者很快上门 修好水管 2013年成立以来 龙武区 长者护院公益服务平台 组建青年志愿者队伍 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 卫辖区1.3万名 75周岁以上的长者 提供24小时 上门公益服务 170项 9年来 累计挽救长者生命 366人次 为使助劳 普惠范围更大 我是将全面推广 龙武区 护院通 公益助劳模式 列入民生实施项目 目前 汕头护院通 居家养老 紧急援助服务 已覆盖 六区一线 20大报告强调 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 仅仅抓住人民 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采取更多 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 极难仇叛问题 针对老年人群体 报告还提出 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 报告中 自立行间 洋溢的是 满满的民生情怀 更是对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 有力呼应 志愿者们表示 要不忘为民初心 以托汕头 汇圆通平台 用心用情 服务好老年人 始终守护 老年人的 健康和幸福 20大报告提到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必须坚持在 发展中 保障和赶上民生 这对我们 汇圆通平台来说 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我们将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全力做好 汇圆通 公益助劳的工作 守护老年人的 健康平安 时代呼唤着我们 人民期待着我们 老年人的平安健康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也是不便的追求 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为百姓服务的社工 唯有十字不语 独行不代 方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人民幸福是最温暖的敌势 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党的 20大报告的精神 和我的同事一起 进一步服务好老年人 做老年人的隔膊和腿 今年 我是将切实提升 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 列入十大民生实事项目 党的20大报告 对残疾人事业 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指明工作和前进方向 市残联表示 将认真学习贯彻 20大报告精神 全力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落实 切实保障残疾人的 基本服务与民生需求 努力促进汕头残疾人事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豪江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是我是第一所公办区县级残疾人康复机构 2020年建成投入使用后 加大了残疾儿童康复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今年还新增 听力言语抢救性康复训练服务 实现0到6周岁 抢救性康复训练全覆盖 习近平同志对残疾人事业 十分关心和重视 让我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信心倍增 对做好残疾儿童康复工作 有了更强的动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不断往上中心的建设 不断探索儿童康复路径 努力打造成为全市一流的公办康复机构 近年来 我市还不断提升对全市残疾人的 救助维权服务保障水平 截至9月底 全市有2.4万多人 获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有5.6万人获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党的20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实施困难群体兜底就业帮扶机制 市残疾人表示 将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 落实为残疾人办实施民生项目 以制度助残为路径 积极创新服务 探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 推荐我市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本化 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需求 我们深港责任重大 下来将继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 用心 用情 用力 办好民生时事 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生活 帮助残疾人解决 极难筹判问题 确保全市残疾人救助 为前保障服务水平 有显著提高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0月18号 安徽省池州市政协主席张夏琳率队 立善调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走访汕头市桥商会并召开座谈会 围绕两地关心关注的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市政协主席邱以辉参加相关活动 调研组指出 汕头在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坚定不易走好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集群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等方面 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值得学习借鉴 希望双方拓展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更多了解相互的发展优势 发展需求 加强学习互建 进一步增进两地友谊 密切合作发展 座谈中 大家表示 汕头与池州同属文化底蕴深厚之城 生态秀美之城 近年来 两地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等方面 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汕头市桥商会等民间商会 积极发挥桥梁作用 在汇聚桥利 维护桥义 温暖桥新 和促进各地经济合作发展等方面 做出积极贡献 两地要持续加强交往交流 共同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政协工作提制增效 安徽省池州市政协副主席刘慧秋 汕头市政协副主席陈列峰 周昭勇 中国乔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汕头市乔商会会长林少华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会长 加拿大乐商会会长林少义 参加相关活动 昨天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希波带队 到金平区海越花园家庄电梯项目 长安路打通断头路项目 和豪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督办民生史事办理情况 今年来 我失落时实践民生史事 其中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17套 建成并投入使用既有住宅家庄电梯132宗 这两项民生史事已提前超额完成 在打通影响群众出勤断头路方面 海滨路至太兴路连接段 和朝南区司马普镇集闲路两个项目已完成 其余六个道路项目正加紧推进 督导组强调 要强化责任担当 明确职责分工 严格按规定审批验收 全力争取今年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兑现市委市政府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承诺 今秋时节 位于东海岸新城 塔岗维片区的汕头大学东海岸校区 迎来首批4600多名新生 为东海岸新城注入鲜活的新生力量 汕头大学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构建一体多益布局 冲刺双一流大学 株立汕头打造区域教育高地 而东海岸校区的启用 也为汕头增添崭新的城市地标 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能级 走进东海岸校区 公共教学实验楼共享开放广场 图书馆 多功能文化服务中心等建筑 错落有致 延续汕头桥香文化运味的建筑风格 营造厚重沉淀的校园文化氛围 夜晚 学校教学区生活区灯火通明 整个校区四乡线在东海岸的璀璨夜明珠 教育是汕头的金字招牌 作为越东首区一职的高等学府 汕头大学治理发挥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 推进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科研创新 连续七年上榜 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 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 为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办得水平更高 提供智力支撑 东海岸校区的启用 将推动汕头大学 扩容 体制 增效 根据学校发展定位 善大东海岸校区将以应用型 人门社科 新兴理工医学科为主体 突出学科交叉融合特色 未来 善大将把东海岸校区 逐步建成直接对接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传承需求的 综合性大学校区 并推动学校多校区 协同发展 扩大半学格局 以一体多艺 新布局 推进高水平 大学建设 东海岸本身也是 华侨试验区的一个核心区域 按照这里面的科技创新的布局 具有人才的布局 也有产业的布局 所以应该说 我们整个学科建设 包括一些交叉学科 包括一些新的学科 这个机会 对我们的整个扩容 体制 包括充一流 做好了很好的准备 善大有两个校区 它也比较有利于 这个善头市和善上大学的 相互融合 校区多了 整个潮汕地区 它也可以产生 协同效应 它对建设的高地 也有很大的帮助 大学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 城市的文化高地 对这个城市 无论文化高地 还是教育高地建设 这个帮助影响都非常大 山头大学在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可以有可能在将来 为山头市的 山头市政府的创新发展 提供新的这个动力 那么也是 我们在 这个跟我们山头市的 这个三星两特一大的 那个产业布局 比较契合 我想的话 以后在这个方面的话 会为山头市的 这个新一年的经济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完善善大 办学布局的同时 东海岸校区的启用 也极大推动 片区城市品质 能及的跃升 华侨实验区 将塔长为片区 市政道路配套 作为筑巢引风的 发展战略之一 规划四横两纵交通路网 建设六条 纵长约13公里的 市政道路 将东海岸校区 与东海岸大道 中阳大道等 城市快速路相衔接 华侨实验区 还同步推出片区 水电器等配套设施建设 并在东海岸校区 西北侧建成 约4公里长的 带状公园 营造优质 人文环境 山大都修区 作为瓦斯 综合性的地标建筑 一是丰富了 实验区的城市景观类型 提升了实验区的 空能品质 拓散了 瓦斯的城市空间 和提升了城市品质 上大东秀区的建筑 进一步往上了 实验区的就义资源 丰富了实验区的 文化及人文内涵 提升了实验区的 城市转文境 目前 塔岗维片区内的 市中心医院 异地重建等重大项目 也加快建设 随着教育 医疗 交通基础设施的 加快完善 东海岸新城的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 将极大提升 从而推动 汕头城市品质 能及跃升 中心医院 异地重建 项目建成后 除了给上大东秀区 带来有秀的 一流保障外 还可以在 厂学员方面 以上大东秀区 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带动更多符合 实验区发展定位的 项目在周边落地 带动片区 高秀发展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 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